哈囉,大家好,我是MiaO哈 我們來到我們的探索第14天啦 然後我們要來去救救歐立馬隊長 不知道今天救不救得到 我覺得他的路程感覺有一點給他遙遠耶 拯救歐立馬 剩餘糧食,22 糧食是非常的夠啊 好,那也是順便一再的提醒啊 不管什麼遊戲,大家都不要再劇透啦 那什麼叫做劇透? 劇透就是表示你曾經看過未來事 可能未來會發生什麼畫面 不是從我這個影片得知的畫面 從未來的地方得知的畫面 然後預先告知我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就叫做劇透 好難抉擇,現在有四種以後就 很難去選擇到底哪些該帶哪些多少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是要直接往下衝是不是 我在這裡 完蛋我看不太懂要怎麼到這個神秘的地方 當時是開通了這一個水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往那邊游過去 好,算了我相信有箭頭喔 箭頭你在哪裡 箭頭,該出來了 你為什麼我需要你的時候你總是不在呢 攻略提示,攻略提示 試著搭到下一個漂流地 又要幾腳碎片了 總之就是那一個 葉片的地方 等一下,有箭頭喔,出現了 箭頭,有沒有加速功能啊 有一個船欸 乘坐 哇,這如果有落單的人就很尷尬啊 為什麼有兩隻不見了 那兩隻是怎樣 好險有叫的到喔 剛剛在最後一刻呼叫到他們了 好慢喔 這次這個河葉我覺得很拖時間欸 喔,新地方 實在畫面有夠花了 這裡是 歐尼瑪就在這個上面 上面,哪個上面 呃,擅長空中的戰鬥 我們曾經用飛空中的東西把它搭到 好,全員突進 喔,我看到空中有奇怪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準備空中的戰鬥人員了 欸,為什麼有一些人飛到對面去打 你們怎麼過去 好,空中的戰鬥是不是 這裡怎麼會有東西 喔,是葉子 欸,阿阿隊伍怎麼少 嚇死我了 阿空中的傢伙欸 為什麼不能調視野 好吧,那我們先帶 黃色皮克明去 喔,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全員突進 好酷喔 他竟然是帶著封面的傢伙 可是 我沒有玩到那麼多封面欸 真正尷尬 哇 對岸,這個是可以 這個柵欄能不能從上方拉起來 真假的,我們要拉喔 我怕打擾人家睡覺欸 喔 喔 阿阿阿阿拉起來後勒 哇 哇 好像被吃掉了 完蛋了完蛋了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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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拉拉拉拉拉 救回來x3 啊~~ 快點攻擊x3 啊~~不要吃我的皮克米 Oh no 我的皮克米 然後這個傢伙要去哪 啊 雖然這一批比較不擔心 我擔心的是這一批 哇 我損失了這麼多隻喔 先回去一趟好了 不是 你們到底要去哪裡啊 為什麼兵分兩路啊 你這樣讓我非常困擾啊 這傢伙 你怎麼可以偷吃 起來啊 可惡 偷吃我的皮克米 啊勒 完蛋了 我們 好像 數目不夠斑那一顆 怪物 他們太重了嗎 怎麼回事 是 啊 是網子 啊 竟然有人漏了 呃 快點回來 哇 這隻怎麼那麼難打啊 等一下 為什麼他們幾個被黏在上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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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打喔這隻 我突然覺得今天還是很難救回隊長啊 喔 有了有了有了 他們用飛的應該還好吧 有點擔心 喔 這裡 可惡 想先借助皮克米的力量把他推下去 等他們過來 哇 不能暫停他們動作 好吧 下一次囉 完蛋了 我的畫面的皮克米跟我的那個數量 好像有一點落差欸 他們又搬到哪裡去了呢 他是卡住了是不是 啊 這是怎樣 下來喔 太胖了 卡住了 感覺粉紅色皮克米非常不適合搬運東西 好 我們先換回全部的皮克米看看 然後我剛剛有稍微瞄到應該是卡在這一邊 為什麼有一隻卡在這麼奇怪的地方 OKOK好 我們可以去出發 再前往剛剛那個鬼地方 啊 來得及嗎 有有有 來得及 哇這一段真的 很浪費時間欸 太長了 看來我們的歐利馬隊長必須要等到下一回了 差點按離開 是在往下的地方 喔這是我們剛剛推開的門 喔其實我們剛剛走錯地方了是不是 我剛剛在這裡就下車了 所以應該要再往下 這麼遠喔 哇這樣我們來得及回家嗎 我得算好待會我們再逛個一點點時間 也太多怪物囉 哇這個叫我打起來感覺很刺激 一眼還眼 以翅膀還翅膀 喔 太恐怖了阿 他們有在打架嗎 他們有在打架嗎 喔天阿 這樣我看得好心痛喔 而且我真的很笨欸 他們真的很笨欸 不是我在講 一隻一隻來嗎 到底要怎麼樣集體攻擊呢 喔 離他們遠一點 離他們遠一點 有夠恐怖喔 欸這裡有一個提示欸 天敵是羽翅皮克明 可是他剛剛把我的皮克明也吃了 啊 誰掉到水裡了嗎 快救他 他們很笨 真的很笨 這羽翅皮克明真的有夠笨了 周圍果然能打的就打啦 喔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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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 嚇死我了 OK 欸 這邊是水路欸 那表示我們不能過去了 喔 我看到了 等一下 把大家帶走 好喔 好 分類分開來 你們去攻擊這邊 然後 欸不是啦 然後這一個傢伙 你有沒有辦法過去那一邊呢 喔好像可以欸 直接游過來就好了 那就在這裡等好了 反正他們會走回來 好 這邊路開通了 可是我覺得這裡有一點危險 看一下這裡是哪 喔 好像離我們的地點超級有夠遠的 這塊板子 上面好像有什麼東西 我怎麼覺得好危險啊 要打開嗎 沒反應了 還是那是要羽翅皮克明 有了 打開 是什麼 如果是怪物我就要逃走了 我要逃走了 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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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開 關起來 關起來 關起來啦 這個東西太笨了啦 不是 應該說我現在沒時間打了啦 我要先回家了 閃人閃人 我們要怎麼自動導航回家 衝喔 不是 等一下 這個位置很恐怖 一定要走這裡嗎 我們一定要走這裡嗎 喔 要趕快回去了 趕快回去了 時間剩一點點了 啊 就是這裡 這樣我們之後就可以走這條路了 OKOK 喔 那幾隻剛好也送到了 好 然後我們可以歸還 然後我們可以歸還 喔 時間剛剛好 啊 十二隻怎麼樣 等他們放過去以後 趕快呼叫 啊 這十二隻應該就是班人的十二隻吧 啊 有了有了有了 都回來了 以防萬一我們 換一下 OK 全員平安 那我們就 直接 回去吧 其實我還蠻好奇 這地上不拔 應該不會出事 會不會這樣子種一種 隔天就長花 我們就來這幾隻實驗看看 讓我稍微看一下 喔 我們這個粉紅色已經到97隻了 還不錯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結束這一回合 結束今天的冒險 在那邊 在那邊種在地上 來看一下 原生物種經過時會有什麼反應 他們不太可能會把他挖起來吃 應該不會吃吧 不會吃吧 嚇死我了 不要靠近了 隊友今天有水果耶 新的水果 柿子 夕陽果 哇 今天死33隻耶 太慘了吧 今天是那個 打 就很多地方在打怪的時候 啊 那一群 那一群蜜蜂 然後還有在打那一隻蜘蛛的時候 死掉很多 這真的虧 既然是他的紀錄 探索第14天 將25個果實完成 我們得知這些果實有各式各樣種類 基本上都有美味 其中也有酸味相當強烈的 所以他喜歡酸的東西 我是覺得那些檸檬直接喝感覺很恐怖啦 好 那我們這天的皮克餅就先到這裡結束 下一集我們看能不能再繼續走到那個訊號的地方 我是覺得那個位置真的實在有夠遠的 在中途就會遇到一堆障礙 可是這樣慢慢清障礙也好啦 因為這樣子 回頭路就不會像今天遇到那些什麼蜘蛛啊 一堆東西就把它慢慢清掉 可是我也很怕他重生 那就先這樣囉 謝謝大家收看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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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